很快就是Super Junior老少年出道13周年的日子了,十几年的互相陪伴给彼此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也有很多逗笔有趣的事件。 今天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Elf都知道,篮家是第一个人数最多的偶像团体,足足有13个人,也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守护的数字。 2008年,公司有意愿调整或加入成员,受到粉丝的反对抗议。 但篮家妹子都是行动派啊,他们举着别小看Elf和Only13的牌子在公司楼下集体示威。 并且为了守护13只,他们合力买下了公司5%的股份,以股东的名义向公司施压,使公司放弃调整成员的想法。 真的是很刚了。 2010年的金唱片由于种种原因,SJ没有获得令人期待的奖项。 Elf对哥哥们是满心的心疼和懊悔。 恐怖的大陆姐姐中国粉丝集结了73家论坛和贴吧,集资61.8万元给他们定制打造了两枚纯金金唱片并亲自送到他们手中。 不是作为弥补,不是作为安慰,而是一种默默的守护和支持。 3、又幸运又可怜的粉丝要说SJ和Elf的关系可以说是相爱相杀的,彼此在一起太久了,经常有些奇葩小趣事。 演唱会上东海拿过粉丝手机自拍,手机突然想了,东海问这是你妈妈吗? 然后接通开始聊天你好,妈妈,我是Super Junior东海。 但据说这个粉丝是瞒着家里来看演唱会的,不知道会高兴的晕过去还是气晕过去。 8集刚刚发行不久的粉丝见面会上,迎贺唱歌途中把话筒转过来对着粉丝,结果粉丝没有顺利接上歌词,然后迎贺开始笑话我们。 还说粉丝没有年轻的人了,所以会记不住歌词。 粉丝也特别可爱,好吧,你笑话我们,我们也生气了。 利特问大家,开心吗? 粉丝说,不开心。 哈哈五,哥哥你的粉丝不需要高考。 今年中国高考的时候西彻跟史源在微博上发图片给中国粉丝加油打气。 看起来多么励志又美好的事情,可是留言区并没有想象中的感动温暖。 粉丝纷纷吐槽哥哥,你醒一醒,你没有要高考的粉丝啦。 哥哥你的粉丝都生孩子啦,而且,崔石元的粉丝不用高考还上了热搜。 这什么奇葩操作。 六,你们在粉丝心里的样子前期有个节目叫,向心回,是粉丝跟爱豆一起录制的节目。 按说节目的指向应该是很温暖的,但是有一个看提示猜答案的环节,提示是神童银特是第一,利特是倒数第一,那么这个属性是什么? 粉丝的答案是,舞蹈,体力,记忆力,收入,直接把哥几个笑晕,在粉丝看来,利特是个舞蹈也不好体力也不好记忆力下降收入还很低的人啊。 然后继续猜下一位成员,始元是倒数第一,银鹤是第一,那么属性是什么? 铁公鸡外贸逆味哈哈,敢这么黑自家欧巴的,你们是亲粉丝没错了。 身为ELF的都知道,Marry You,这首歌的意义,这首歌从一旬唱到五旬,常常都是大合唱。 你愿意嫁给我吗? IDEO这是属于SJ和ELF之间最美好的约定。 可是,我们ELF怎么能走寻常路呢? 台湾场第一天,在台上唱着你愿意嫁给我妈的几个小哥就收到了惊喜粉丝在台下拼字哥哥,让我们考虑一下。 从来没想过求婚被粉丝拒绝的哥哥们哭笑不得。 史元海赌气说你们太坏了,我们也要考虑一下,银鹤大呼你们变了,没想到你们会这样。 然后到了第二天,演唱会继续,Marry You,这首歌刚唱完,台下粉丝又举起了拼字牌。 写的是明天告诉你答案银鹤直接倒地什么啊? 你们怎么能这样? 又气又笑的说好,明天一定告诉我。 第三天的拼字是Of course I do,哥几个终于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